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天氣報告 我是譚曉晴 看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看到受著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今天整體廣東的雲量都不太多 所以今天看出去大霧山 都看到沒甚麼雲的藍天 而去到下午 各區的最高氣溫都升到上去大概25、26度左右 而天氣今天繼續都是乾燥 在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50%或以下 天氣乾燥 大家都要繼續做好保濕和多喝水 我們預計乾燥的東北季後風 會在接下來兩三天 繼續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而去到下星期中期 隨著補充的抵達 到時早晚都會涼快些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 就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而市區的最低氣溫會大概19度 新界還會再低兩三度 而最高氣溫會是24度 至於風勢方面 會吹著和緩至清靜的東至東北風 而明天離岸和高地間中都會吹強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 接下來幾天都會繼續大致天晴 到下星期中期 北風會增強和早晚都會清涼 而去到下星期後期 氣溫會進一步下降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著 我們最新的天氣預測 以及在適當時關心身邊有需要的朋友 今次的天氣就看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 再見 你